古间民告官 作者张明 朗读者有意 民告官古代叫上控 凡是上控的人多半都被逼无奈 走投无路 不得不如此 因为只要踏上上控之徒 就开宫没有回头见 就算最后皇帝老子做主 官司打赢了 下场也很悲惨 破家是肯定的了 最后很可能会搭上自家的姓名 就算这个人命大 平安无事 回到家乡 也会被官府视为刁民 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 清朝道贤年间云南乡绅杜文秀 就是因为上控 控到最后逼上梁山 最终从一个有功名的乡绅 变成了造反起义的领袖 没有哪个朝代规定 民不许告官 更没有哪个朝代准许官员打击报复 举报他的百姓 所有的法律规定 几乎都向着弱势的老百姓 但现实中的百姓 只要哪个吃了豹子胆 敢惹到官员 那么下场大都很惨 这宿命背后 有一只看得见的手 古代民告官的宿命 在今天依旧在某些地方延续 辽宁府顺一位开发商 这因为曾经告过府顺市的一位领导人 令这位领导人感到很没面子 居然就受益一个来历不明 有过前科的无业人员 设局陷害这位开发商 不仅骗钱所惠 而且要置人于死地 幸好这位开发商中途识破了骗局 把这位领导人举报到了辽宁省纪委 可是奇怪的是 在这位府顺市领导人 东窗事发 锒铛入狱之后 这位倒霉的开发商 却被一个接一个 莫名其妙的官司缠上了身 所有财产连孩子的东西 都被查封 无辜入狱 被无罪释放之后 依然有被再次弄进去的危险 不得不东躲西藏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告官的民无意中触犯了两条潜规则 其一凡是作罪的人 最痛恨的就是被人举报 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 他们多半要报复 残酷的报复 因为如果容忍这种举报 那么偷窃的生涯 就会遭遇致命威胁 同理凡贪官被举报者 不仅被举报的人痛恨异常 其他同病相连者 会吐死胡悲 勿伤其累 也一样会痛恨举报者 因为他威胁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不法官员的整体 其二 直到今天 我们的很多官员 还有人有意无意 当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 如果碰巧这个官员是一把手 那么他更觉得天老大 他老二 不仅是民之父母 还是民之霸王 举报者不仅是破坏自己的威信 而且是破坏秩序 破坏伦理 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反击这种恶意报复 无论他是来自一个人 还是来自一群人 一群有权有势的人 只要把报复行为遏制住 自然会有人乐意出头举报 那么贪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敬雅思听 悦尔系列光盘之 人生上半场 如果将生命的长度定为七十年上下 三十岁前 无疑属于人生的上半场 上半场的人生态度 决定了下半场的人生走向 青春到底有多少种可能 我们应该怎样活 听人生上半场 给你答案